中国新闻欢迎回来 经过几次爆破排危和清理工作之后 昨天晚上213国道燕门乡索桥村大盐包他方段 已经达到了安全通行标准 通行之后首先放行了从茂县到成都方向的车辆 现在时间是晚上8点 经过了两天40多个小时的艰苦的排险工作以后 我们看到对面的山体滑坡处现在已经实现了通车 现在从我所站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现在这个车辆正有序地通过这个山体滑坡处 而且这个速度虽然说不是很快 但是通过的也是非常的平稳 说明这个现在这个滑坡处的通过性是非常良好的 我们看到山下面有专人在盯着山上看 有没有就是碎石从山上落下 所以说他们这通过的时候也是非常安全 今天下午我们在就是采访司机的时候 他们就因为就是这个车满要通过就非常高兴 现在在天黑之前我们看到这司机们就能开着车 然后通过这个堵车去 可想而知他们现在心情有多么的愉悦 据悉这条通道早在30号晚上8点已经修通 但由于出现他方的山体地质还不稳定 直到31号晚才对过往机动车开放 今年的春拍市场宫廷藏品继续展现火热魅力 乾隆皇帝在80岁高龄特制的玉洗 玉用宴台等玉用艺术品受到了众多藏家的追捧 这次宝丽春拍的夜场宫廷艺术部分 包括了50多件轻宫玉用的艺术珍品 而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一方乾隆玉制的 白玉蛟龙钮 自强不息宝喜 这方宝喜是为乾隆八十大寿特制 刻有自强不息四个传书大字 表现了乾隆在冒蝶之年 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总结 这件东西可能以前在景山的寿黄店 那么1900年的时候流散到法国 那么集美博物馆的创始人家族 他们在法国的市场上买到了这件东西 然后收藏了100年 那么它也是法国集美家族的一个旧的收藏 那么首次在中国内地进行拍卖 宫廷御用的文房藏品在市场上并不多见 这次上拍的乾隆御用成泥虎福宴 属于成泥宴中最为上乘的扇鱼皇 宴身和紫檀包装都保存完好 河上眷刻着虎福宴 而河底内则眷刻历书乾隆御用 不但那个盖子上面 燕台上面有乾隆的御提诗 还有这个紫檀盒子里面也有乾隆的御提诗 而且它的款式呢不是乾隆粘制 它是乾隆御用 就说明它的级别非常的高 有专家认为 但是就是说四库全书的四个藏书阁里 每一个阁有一方这样的一个乾隆御用的成泥宴 所以它在这个皇家的燕台里面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作品 宝丽拍卖宫廷艺术专场将在6月4号晚间开锤 还包括了瓷器 玉器 发廊器等 众多精美的艺术品 在台湾日前出现了犯罪嫌疑人 把人工合成的模型钻 冒充真钻石蒙骗经验老道的 银楼老板的案件 我们来看报道 同样大小一上一下 用肉眼看有差吗 一家银楼老板就被连骗了两次 其实这两颗都是钻 但是价钱差一半以上 右边是真钻 左边是人工合成的模型钻 比重硬度相差很小 不要说人了 就拿银楼最普遍变真假的导热针试试看 真钻石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假钻石是怎么点都没有反应 结果模型钻一放下去 竟然也出现和真钻石一样的BB声 连机器都被骗了 侧着然后往底部看下去 你会发现它的线条会有类似这样重影 本来线条应该是一条的 零线应该是一条 真的几条 你会发现会有影子好像雾雾的 用放大镜抓出精准角度 专家分辨模型钻和真钻 最可靠的方式就是看折射 模型钻会有很明显的重影现象 一条线看上去变成两条线 另外内容物也有差 模型钻它最常见的内容物就是这个 有那种金属丝状一条一条 那这样的东西的话 在钻石比较没有那么常见 有歹徒拿模型钻 冒充钻型片 银楼老板连骗两次都成功 业者说下游当铺或是银楼 这种情况实有所闻 避免买到假货 来路不明又低价的钻石 最好不要贪小便宜 好 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5月31号 青海省抗政救灾指挥部 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玉树地震情况 截至5月30号18点 玉树地震已经造成 2698人遇难 其中已经确认身份2687人 无名尸体11具 失踪270人 审计署昨天公布了 玉树地震救灾资金物资的 审计结果 截至到5月20号 中央以及青海省财政 共安排抗震救灾资金 9.05亿元 用于应急抢险等方面支出 3.6亿元 全国共接收捐赠款物 70.44亿元 已经支出了4.73亿元 节存的捐资资金 将按照捐赠者的意愿 和在后恢复重建规划 安排使用 中国国家发改委决定 从6月1号的零点起 将汽油柴油的价格 每吨分别降低 230元和220元 国产路上天然气 出厂的基准价格 每千立方米提高230元 新价格为1155元 提高幅度达到24.9% 中国嫦娥2号任务 已经基本完成了 火箭和卫星产品的研制 正在进行相关的 试验测试工作 如果进展顺利 在今年年底前发射 嫦娥2号卫星 是探月工程二期的先导星 主要进行还月观测 31号是5月份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 在经历了连续两天的 平盘报收之后 护身两市在尾盘出现了跳水 大幅下挫 上证宗旨跌破了2600点 收在2592.15点 下跌了2.4% 深圳城旨 收在10204.17点 下跌了2.78% 上证宗旨 全月跌幅超过了10% 深圳城旨的月跌幅为9% 英国金融时报 30号发布 2010年全球500强企业排行榜 共有21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 其中中国石油 以3292.597亿美元的市值 超越埃克森美孚 成为排名第一的公司 美国微软则列第三 排名前十的企业中 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四 中国移动排名第十 经过四个多月的侦查 目前吉林警方 破获了一起特大贩卖假发票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 缴获假发票52万份 初步算涉案50亿 偷税金额达到了3.5个亿 福建云霄一位村民家中 有一个大贝壳 宽约1.1米 高约50厘米 表面纹路清晰 贝壳里面空间宽敞 可以把婴儿放到里面 贝壳的主人告诉记者 这个大贝壳是村民从海里打捞上来的 好 中国新闻 我们再来关注世博会方面的消息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 直通世博会专栏资讯 把时间交给刚强 大家好 来看今天的直通世博会 世博会呢 今天是迎来了缅甸国家馆日 缅甸国家馆位于 A片区的亚洲联合馆 馆内以神庙和传统建筑 为主要的设计元素 介绍缅甸的风俗 教育资源和灿烂的文化 展现在和谐的生态系统中 城市化的场馆主题 那么世博园中的西班牙馆的小米宝宝 是一个身高6.5米 能说话 贵眨眼睛的机器娃娃 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 今天他从一身便装 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搭带肚兜 来看一下 小米宝宝身穿的这件肚兜呢 是经过特别设计的 您看它的颜色是红色和黄色 那么这个颜色也是中国国旗 和西班牙国旗的两个国旗的颜色 另外您看肚兜上还印着 这个代表着幸福快乐的 吉祥如意的图案 您仔细看 肚兜中间呢 还有印着一个米字 那这个呢 就是小米宝宝的名字了 从今天起到6月6号 小米宝宝会穿上中国宝宝的衣服 在儿童节举行大派对 在西班牙主场馆的广场上 会聚集来自不同学校的小观众 他们在大话卷上 为小米宝宝画出他们对城市未来 和小米宝宝家乡的印象 在儿童节的当天 12岁以下的儿童都会得到一张呱呱卡 其中有900张卡的主人 会得到丰厚的礼物 比如说拼图 雨伞 或者是小米宝宝的纪念品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来自非洲马拉伟 圆通小学的一群学生 今天将在世博园区 进行最后一场演出 一起来看一下 听着这些自正腔圆 悦耳动听的中文歌曲 可能你怎么也不会想到 是出自一群非洲小孩之口 这群非洲的孩子们 年龄从7岁到15岁 他们当中无一不是身怀 中国传统绝技的中国通 蝎子拳 鹰拳等 唯妙唯孝的相情拳 刀光剑影 棍走鞭舞的兵器表演 一气呵成的丹田西碗 童子宫 蝶罗汉等中国功夫 这些非洲孩子将演出 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现场掌声雷动 高潮不断 请接着 孩子们又一字一句地 朗诵起了中国儒家经典 弟子龟以及唐诗三白首 朗朗上口的唐诗 也让在场的观众 情不自禁地亮起了嗓门 演出一结束 记者就赶到后台 找到了那位表演 丹田西碗的小演员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阿鲁 阿鲁 几岁了 12岁 12岁了 那你刚才 我看你在台上背一些诗歌 你知道他们的意思吗 父母呼 英雾缓 是什么意思啊 要伸进父母 对 伸进父母 是吗 我的侄子他四岁开始 就学习弟子龟 没想到这群非洲的孩子 也可以背诵 而且背得这么好 我真的觉得他们 非常的不可思议 今天看这个演出 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表演得非常的棒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就是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让我没有想到 而且最主要是他们的中国功夫表演的实在是太棒了 上海市博会呢 很多场馆的影片当中都有对未来的展望 憧憬十年以后 甚至是一百年以后的生活 而有一个国家呢 一下子就规划出了千年以后的蓝图 这个充满大胆想象力的国家 总面积却还不到两平方公里 这就是世界上面积第二小的国家 摩纳哥 影片永恒的岩礁 讲述的是摩纳哥这个地中海小国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影片颇有想象力的 从公元前的一万年的原始部落讲起 眼看着这个荒芜一人的小岛 逐渐搭起了城堡 铺设了绿地 却一次次的被战争摧毁 影片选取的每一个时间点 都代表着这个国家的重要时刻 比如1860年 摩纳哥修建了欧洲最豪华的剧院 自从1929年以来 摩纳哥的F1大奖赛 每年都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中举行 而蒙特卡罗拉利赛 一直是汽车拉利锦标赛的开场赛 1974年 摩纳哥人开始向海洋要土地 转眼时间跨越一千年 3010年 人们的交通工具变成了飞行器 曲折的F1赛道 也将从陆地延伸到天空 这时摩纳哥变成了一座天空之城 我觉得他那个说的3010年 就是大家对未来的一种憧憬 我相信总有一天 那个科技可以发展到那种程度 然后那个大家都可以 飘在天空中生活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播资讯 感谢收看 好 中国新闻 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 中国国际女排精英赛 昨天结束了洛河战的比赛 中国队以3比0立刻古巴队 从而以两胜一负的成绩 获得了洛河战的亚军 土耳其队获得了冠军 多米尼加名列第三 古巴队排名垫底 昨天下午 中国足球主席维迪透露 将正式推出国奥足球发展计划 那么根据计划 从6月到10月 国奥队将陆续在客场和9支中超 一支中甲球队过招 这一场比赛不计积分 完全独立 另外呢 维迪还透露说 女足主帅商瑞华辞职一事 目前还没有定论 我们最后来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 昨天西班牙 我的发动机是爸爸做的 全球新闻中国不报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 再会 在保险业里面呢 它有一个叫做储蓄投资保险 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说要保 保我们自己的话呢 就是保意外险是最便宜的 就是我如果出去被飞机 被摔飞机了 被车撞了 那个是最便宜的 那是被撞死了才有钱 没被撞死是没有钱的 所以我就白交这个保费 一辈子交完